但欧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美国那些亏损或者破产的大投行 有三分之一的资产是属于欧洲的 本来美欧双方属于一融俱融 一损俱损的关系 可是次贷危机爆发之后 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迅速回血 马上恢复到了昔日的繁华状态 而欧元不是世界货币 没有这个技能 因此欧洲所有国家的经济 到了2021年为止 都没能恢复到2008年的状态 换句话说 有美国人酿造的经济苦果 被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 吞咽了整整13年 美国人的好日子 是建立在全世界人民的痛苦之上的 包括他们亲密的欧洲盟友 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中国 中国有一个外号叫做世界工厂 我们输出的产品 以物美价廉著称 自从加入了WTO之后 中国就持续不断的 给全世界输出廉价的消费品 日用品 然后把出口创会增加的大量外汇储备 拿去购买了美国国债 光是2008年到2010年 我们就购买了5000多亿的美债 中国当前持有的万亿美债 有一半就是在那三年里面购买的 当然 我们当时这个举措无疑是正确的 既保障了外贸体系的健康外循环 也保住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所有人也必须明白一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2008年的一次 我们也确确实实当了美国人的接盘侠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用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 用无数廉价的产品 抵消了美国印钱带来的经济通胀 使得他们又安心地度过了十几年的好日子 美国那些所谓的金融大鳄 比如比尔盖茨 巴菲特 还有美国现任的财长珍妮特耶伦 他们都是次贷危机的见证者 他们也都明白 想要从根本上拯救美国 想要消除28.3万亿的财政赤字 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货币紧缩政策 然后加息 而且是大幅度的加息 最起码5%以上的水平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控制通胀 但问题就在于 当前美国的国债已经高达28.3万亿美元了 一旦加息 美国政府每年又要多换一大笔利息 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承担 而且当前美国股市的泡沫化如此严重 一旦加息 将同时戳破美国股市和债市的泡沫 这必然会导致美国的金融市场全面崩盘 从而造成一次 比次贷危机还要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所以不加息会死 加息也会死 美国早就陷入了一个死局 美元崩塌 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我之前倒是给美国提出过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让美国继续奉行二战之前的孤立主义 裁测自己在全球的军事基地 这样每年就能省下一万亿 这一万亿还能用来发展经济 预计每年可以创造三万亿的收益 然后让全美人民勒紧裤腰带 天天啃着窝窝头 过它个二十来年 这样美国的经济危机自然就会得到解决 可问题在于美国能放弃它的军事大棒吗 过关了好日子的美国人 能忍受得了这种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数据